2013年法国里昂灯光节拉开帷幕 预计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万的游客前来参观 法国南部城市里昂在今年迎来了第15个灯光节 唯一市中心的白蓝果广场上 灯光节在投射于摩天轮的光影故事 和长时间的绚烂烟花短眼中拉开帷幕 灯光节起源于1643年 当初源自于里昂民众感恩祈福的宗教节日 里昂市区80处地点 在不同风格设计元素的装扮之下 呈现出浪漫现代的多元色彩 我们会感觉到感情 像一个舞台或一个节目 像是我们去四天四天 去听音乐 然后我们看着眼睛 我认为这很热烈 因为所有语言都会聚集 有很多年轻 这都很喜欢 每次 里昂市政厅广场是每年灯节重头戏的少演地点 灯光王子成为今年的主角 置身环绕四周的广场当中 感受一场声色丰富的光影交替 是灯节上不容错过的奇幻体验 每年灯光节被看作是里昂及里昂人精神的呈现 而主办方预计 第15届里昂灯光节将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00万的游客 方会是李文威江新陈星达 李昂报道